五代机飞不过三代机 这说不过去啊 但事实就是如此 为什么 现代战斗机是飞得更快了 还是飞得更慢了 答案不该很明显吗 随着发动机越来越强大 它们应该会越飞越快啊 但事实却是 它们不仅没有飞得更快 很多时候反而还飞得更慢 比如越战时期的F4鬼怪 最高速度可以飞到2.2马赫 而到了21世纪的F35闪电20 最高速度却降到了马赫1.6 足足比前者慢了735公里 中间几乎差了一架波音747 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美国的战斗机上 我们的歼8IM最高可以飞到2.4马赫 可到了歼20 不也降到只有2马赫了吗 飞机最早被用作军用 可以追溯到一站 它们一开始 只是被用来当作侦察和观测的工具 但是很快 大家就发现 战斗也是可以延续到空中的嘛 只要我带上手枪揣上手榴弹 绕到敌机的边上 就可以对它进行攻击了 所以你看 这种情况下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试看谁飞得快嘛 飞得快的那架 总是可以追上飞得慢的那架 搞完破坏之后 还能快速离场 留下对手在那干瞪你 你说气不气不 于是把飞机变快 就成了当时最重要的战斗经验 一战期间 战斗机的平均最高时速被提高了78公里 到了二战 这条经验似乎还没有过时 谁飞得更快 就能更快地拦截对方的轰炸机 谁飞得更快 就能更好地躲避地面高炮的轰击 谁飞得更快 就可以嚣张到连对方的战斗机也不放在眼里了 好了 既然天下功夫 唯快不破这条经验 已经得到了两次大战的背书 但它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优势 说的就是战斗机的喷气时代 和代加力燃烧式的超音速时代 六十年代末期 当美国空军已经积累了数年 在越南上空空战的飞行数据后 他们决定拿出来分析分析 而就是这个分析 几乎跌掉了所有人的眼睛 因为在超过十万架次的作战中 没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到过1.8马赫的速度 为什么呢 原来它主要跟两个因素相关 第一个是转弯率 转弯率越高意味着机动性越好 越能抢占有力位置和角度 从而首先向对方开火 而不幸的是 转弯率它和速度是息息相关的 这点 但凡你骑过自行车 或者开过车都能理解 在这儿 能获得最佳转弯率的马赫数是 0.7左右 于是不管飞行员一开始 把速度飙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在进入战斗时 他都会倾向于把速度控制到亚音速 当然 他们一开始真的会用超音速 尽快地飙到战场吗 实际上 也不会 这就是第二个因素了 作战半径 一旦飞机开始打开 加力燃烧进入超音速 其消耗的燃料就开始狂飙起来了 也许比飞机本身的速度还飙得厉害 由此带来的是不可接受的作战半径缩短 缩多短呢 拿F4鬼怪举例 仅仅只是把速度从亚音速提高到1.5马赫 就会让它损失70%的作战半径 这个谁能接受 所以 飙高速 到了此时 已经变得 只是一个漂亮的指标了 这些飞行员是真不知道 工程师为了给他们更快的速度 都经历了哪些惊人的挑战 因为整个机身的设计 就是围绕以他想要达到的速度来进行的 于是反思之后 四代机开始降速了 到了五代机 降得更加明显了 其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以往飞得快 躲掉的是炮弹 而如今 还只是跑得快 能躲掉快逆几倍的导弹吗 美国的M120能够飞出4马赫 俄罗斯的S300更是能飞出7马赫 谁能闪得掉 不如 把自己隐藏起来吧 让雷达一开始就根本看不到 所以多出的速度 让位给了隐身性能 所以21世纪的战斗机 才飞不过他们50多年前的爷爷贝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与您的感觉 感谢观看